现在我们研究示范行草书法的书写要领 在没有说明与示范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行草书法艺术 为了便于了解起见 我们这里有几幅历代名家所书写的碑帖 先介绍给各位同学 首先是王羲之的极字圣教序 这是王羲之的后世孙怀仁和尚的极字 刻在碑上的行书我们称为碑 第二本是王羲之的蓝亭序 这是写在纸上而传科后世的 我们称之为铁 第三本是米符的离骚经 第三本是米符的离骚经 接下来我们介绍几本草书帖 第一还是王羲之的草书石旗帖的部分 第二本是白素的次序帖 第二本是白素的次序帖 第四是孙过亭的书谱 第四是孙过亭的书谱 应该有一个简单的概念与认识 所谓行书 就是不居限于凯书的布局要求 而是书写者自由发挥 力求变化的一种书法 所谓草书 是比行书更加简练变化的一种书法 看到我们家这个新超书的写法 因为我们新超书的书写要领 最主要的自由发挥 行笔要流畅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支笔要特别注意 支笔我们要求是知识掌虚 张力外平 这样我们书写的时候才能够流畅 尤其是我们行笔的时候要中分的笔 所谓中分 就是要我们被封的这个重心 在我们所有行笔的笔划当中来行走 这个字写出来以后 它才会稳健 它才会活泼 这是我们写的新超书 必须要知道的一个要点 其实是它叫行笔 行笔我们信书刚才讲 它是个自由的发挥 所以它的这个布局是只有变化 因此我们行笔的当中 必须也要有变化 那么所有的变化就是要有轻重 缓急之风 也就是我们家修的笔识 你能够有轻重缓急之风 你这个字写出来它才会流畅 才会自然 绝对不能够拼推 也不能够折磨 这次没办法 最机会的书写系统 一定 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作品的行器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布局谋片 新超书法与凯书作品最大的不同 就是作品整个的布局上 凯书讲求整齐横顺成行 而行草则不同 行草书只要求直的成行 不要求横的成行 同时更要注意行与行之间的间隔距离 必须配合作品的布局大小恰到好处 太密则全篇是字 密不透风不好 凯书则显得漂浮空旷 不能引人入胜也不好 这个书密之讲求 就是我们所讲的行器 现在介绍几幅名家行书作品作为参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